我们没有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祖国 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祖国 可是问题是把中华民国当成祖国的赖清德 你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结果你进来为一个可笑的所谓的为安理由 跟我讲说你迟到国庆晚会 然后你不去唱国歌 一个避开国歌 避开中华民国国庆晚会的中华民国总统 那你还在讲什么中华民国祖国是不是祖国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诚恳一点点 那不要做这么多言行不一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的话 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国家 所以在那天两万人的场合 我相信没有人认为中华的民共和国是祖国 所以才说赖清德身为总统 这个在当场 如果你真的认同中华民国的话 好好唱国歌 好好拿过去 我要是讲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总统讲这句话 他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 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 你共和国本来就不相互隶属 这个是基本的常识 重要的是 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各项危机跟党战 我们要怎样去解决 以中共的高度 他实际要提出的解决的办法 是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人比真正关心的事情 也不可能と Sex 也不养 我相信这本人是什么